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,视频分享平台YouTube已成为自媒体人或客和变现的重要平台。 YouTube的用户量巨大,全球越活跃用户已超过20亿。 然而,在茫茫视频海洋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,除了要发布高质量内容外,还需要认真学习YouTube运营技巧。 下面给大家分享几点在2023年如何运营一个成功的YouTube频道的建议。 1.规划频道内容。形成内容系统要想长期运营YouTube频道。 仅凭一时的热点和灵感是不够的。 你需要提前规划好频道的内容体系,例如可以按照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顺序、设计系统的视频教程,也可以围绕一个主题。 设计不同的子话题,就是在频道中建立不同的播放列表。 内容体系的规划,可以使观众更容易理解你的频道方向。 形成粘性,要不断地输出这个领域的内容,需要持续地创作。 不断地学习这个领域的新知识,总结极有的知识,真正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。 2.重视视频内容质量。YouTube的算法会根据用户的观看时长。 评价等因素,来综合判断内容的质量。 普通人接受内容的方式和时间是有限的,也就是碎片化时间内。 所以视频应该有新颖的题材或者是独特的观点。 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。 而想要在YouTube快速增加订阅,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内容。 如果大家为了内容篇幅的问题,而创作一些可有可无的内容,这样也是没有必要的。 根据领域选择合适的选题,创作有价值的内容,这样才能吸引用户进行订阅。 什么样的内容能吸引用户订阅呢? 自然是能解决用户疑问的内容。 用户对于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进行查找。 当看见干货文章解决了该问题,那么自然是会进行关注阅读。 想要提高内容质量,那就先解决好用户的问题。 三,重视自己心里一个成功的YouTube运营。 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。 每一个在自媒体人都是孤独的。 我们在制作视频中,也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。 在选择内容话题时,一定要在取悦观众和取悦自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。 视频主题过于取悦观众,长时间选择自己不喜欢的话题制作视频。 会导致咱们在学习创作过程中,心理压力大,有抵触心理,导致自己创作进度拉跨,不想创作甚至摆烂。 创作视频的内容过于取悦自己。 忽略观众的想法,会导致视频无人观看,播放量锐减,收益降低等。 长期下去会导致自己放弃经营频道等严重后果。 四,向优秀的频道主学习经验。 每一个频道主进步过程是按照先观察学习优秀作品,之后模仿实践。 这样不停迭代下去。 作为一个频道主,我一直在关注西雅图老胡,也在胡老师的付费群,每天可以和不同的频道主沟通。 他们在YouTube运营中遇到的问题,可能未来也会是我遇到的。 因此,要长期保持一个空碑的心态,要不断学习新技能,如视频拍摄、剪辑、特效等技术,可以学习优秀up主的技术方法。 制作好视频,还可以在YouTube搜索相同的话题,参考同类话题中的优秀视频。 频道学习 5.耐心积累 持之以恒运营YouTube频道需要一个积累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,在初期需要投入时间精力,打造内容体系,才能获得稳定流量。 所以要有耐心,持续优化,才能取得成功。 很多新手在发布了3到5个视频后,发现实际观看少得可怜,找不到原因,就会放弃更新。 YouTube之所以推出1000订阅和4000小时观看时长的eep计划,就是希望选择有耐心,有持续创作能力的自媒体人,合作搭建YouTube的良好生态。 对于大部分频道主,如果想要开通eep收益,往往会花费3到12个月的时间,用于积累订阅和观看时长。 在此期间,你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,因此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心态,专注做好视频,把YouTube作为一项认真的事业,才会取得成功。 6.做好关键字优化,谷歌是全球第一大网站,而YouTube是谷歌旗下的产品。 如果视频SEO关键词优化好,视频就有机会获得更多,更优质的流量来源。 具体包括,更容易被其他视频推荐,视频推荐位置更精准,YouTube站内搜索排名高,有更多机会被站外搜索到,要做好YouTube视频运营。 SEO优化必不可少,优化视频标题、描述、标签等的关键字,可以帮助视频更容易在YouTube搜索结果中被发现。 你可以使用关键字工具进行关键字收集和分析,注意合理使用常委关键词,同时兼顾搜索量。 很多初创的新频道因为没什么系统权重,很难获得平台的曝光机会。 这就更需要我们做好原始的文案包装,找准关键词,让平台和观众尽早发现我们的内容。 7.熟练掌握各种自媒体工具,提高工作效率。 对于YouTube运营者来说,熟练地掌握一些实用便捷的辅助工具,无疑会让日常的工作效率事半功倍。 视频制作的过程需要用到专业的视频剪辑软件,以及图像、字幕、视频、音频等素材。 如果你想要提高工作效率,就需要认真学习视频剪辑软件的操作方法。 掌握一些自媒体工具,比如熟练使用Kanva制作视频封面,如何给自己的视频做标题优化等待。 掌握一些常用的自媒体工具是每个YouTube运营人员必备的技能,这样可以单位时间内制作出更多的内容。 8. 对版权重视YouTube对版权监管非常严格的。 音像作品、录音和乐曲、文字作品、视觉作品、视频游戏和计算机软件、戏剧作品。 这些内容都是受版权保护。 如果你上传了大量搬运来侵权的作品,就可能受到YouTube的警告,从而导致无法开通NIP计划。 对于一个频道新手来说,前期创作内容确实有些高难度,所以建议新手开始做的时候,可以模仿同行做搬运。 这里不是教大家做纯搬运,而是参考和学习同领域的优秀内容,也就是复制同行的内容思想,稍作修改,用自己的话语表述出来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搬运操作后,对于YouTube的运营有了一定的了解,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布原创作品,获得更高收益。 9.积极与观众互动无论哪个平台 积极与观众互动都非常重要。 刚开通的YouTube频道,回复观众评论是一个好方法,尤其对有价值的评论或有趣的问题进行回复,可以让观众感觉到被重视,从而鼓励他们多多参与互动。 这不仅可以帮助转换更多订阅,也可以提高视频热度,除了回复评论,我们还可以尝试更多互动方式,比如标记点赞, 置顶精彩评论,开设社区,感谢回馈粉丝等等,用心经营,定能让频道日渐活跃起来。 10.做好频道的装饰 很多人并不重视自己频道的装饰。一个频道类似于你的家,大家通过你的视频点击到你的频道主页,想了解频道主的各种信息来考虑自己是否订阅你的频道。 你的频道主页没有好的装饰,就像别人家去你做客,如果你家里乱七八糟,谁会愿意长期订阅你的频道? 频道自定义不限制修改次数,可以将自己频道布局。品牌和基本信息充分装饰精美,会有更多路人愿意订阅频道。 感谢观看